Hello 大家好 我是韩娟的孩子 我和魔术 今天也 距离上一次我们做年度泡面大赏 已经隔了几个月了 今天我们将重新开启榜单的环节 还有泡面吗 今天将给我们测评的是 泡面的最强竞争对手 什么 螺丝粉 终于把魔掌吃到螺丝粉了 我们将准备用2-3期的时间 来给大家一起来测评一下 魔术心目当中的年度螺丝粉之王 首先先声明一下 这个榜单的口味是与我个人为标准的 大家的口味不尽相同 希望可以互相分众 先来刷一波大幕来聊聊 你最心意的螺丝粉品牌有哪些呢 你最喜欢吃的是哪一个螺丝粉的 我最喜欢你帮我煮的螺丝粉 因为现在市面上的螺丝粉的品牌 真的实在太多了 所以我们为了避免浪费 我们一期可能只会测评4-5款 最后会给大家一个年度排名 这套视频点赞过5万 我们将会出第二代 你们也不希望就是说 今天这4个月成为年度桂冠吧 绝靠 现在看看今天的参赛选手有 1号选手 李子柒 2号选手 肯德基 3号选手 柳江人家 4号选手 肖叔叔 你自己吃的哪一个 一个都有一起 最好奇哪一个 最好奇肯德基 我也是 当然今天这些品牌 各自都有各自的粉丝 我还是希望大家是怀揣着 路人的心态来看到 我们的螺丝粉的测评 不要为了螺丝粉伤了彼此的和谐 没必要 先来做一个投票 这4款里面 你觉得哪一个最好吃 肖叔叔叔 那我今天从哪个开始啊 肖叔叔吧 因为我觉得肖叔叔的包装最丑 肖叔叔 有吃过这个的宝贝吗 自从我们去年做了泡面大赏之后 我就知道了 一定要仔细地看下它的实用说明 要不然会骂呢 为什么 就万一我们的吃法不对 影响了它最终的那个判断 将米粉冷水下锅煮10到12分钟 另外再取400毫升水烧开 并加好汤料包 再把米粉放进去 这就是传统的 煮螺丝粉的方法 我先来看看这个料包里面有什么 哇 它那个臭味从塑料袋外棉布拌出来 这还是不是棉布棉啊 真的好臭啊 我开始有点期待它了 一包粉 酸豆角木耳 萝卜干包 花生包 酸醋包 红牛包 酸笋包 螺丝粉汤料包 辅助包 12345678 一共是8包东西 11块6方便宜 但觉得贵还是便宜啊 冷水下锅10到12分钟 看起来真的非常漂亮 但是辅助和花生米就 还好 你刚才说来谎了 哇 就蛮普通的 没有什么特别的 色香味 它可能最重要的是色味 太臭吧 吃起来没有什么臭味 它的口感我吃起来的时候 没有一个勾魂的底 就蛮平淡的一碗螺丝粉 就是麻麻辣辣 没有什么太大的特点 但它是能吃的 就不精彩 所以它的排名是 第一名 一切才刚刚开始 第二个 我最期待的 肯德基大片鸡肉螺丝粉 而且它其实不叫肯德基 它这个品牌叫开封菜 它是肯德基牌子的吗 对 肯德基自己注册了开封菜 曼多拉也注册了金股门 我来看看里面配料有什么 上面说小日子都值得被开封 哇 说实话我觉得你们就不用搞这么浮夸的一个盒子 就是开起来也没有一种惊喜的感觉 反而显得很示好 我给你们看一下 箱箱 空空框框 四五六七八九 九样东西 太炫了 那为什么我觉得销售的数量比较多 真的可能就以后把盒子放得小一点 越小就觉得越多 特制酱料 辣椒油 腐竹 醋包 酸笋 油炸花生 原味鸡肉片 它封面讲说叫大片鸡肉 你是没有见过大的是吗 它万一压色能变大了 注水鸭啊 我们严格按照这个螺蛳粉的食用攻略 它这个是说要水烧开之后再放干粉 上一个是要用冷水 对 大家有各自的坚持呢 我一开始也好吃 上一个我用冷水煮肉 我也没有觉得有多精彩 一盒是13块3毛钱 价格比上一个贵 但是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很多 对对对 水开了把粉放进去 虽然我对你吐槽了这么多 但是可能其实它是我的母亲品牌 我的母亲品牌又多了一个 其实他们家那个包装还挺可爱的 刚刚我还没注意呢 会加班吗 他说不好吃还是不行 煮了10分钟之后捞出来 粉怎么黏细细的 但我们就是只煮了10分钟 感觉它要过一下凉水 要不然它就快不行了 我现在有一丝不祥的预感 为什么 刚刚粉捞出来的时候 就有点黏黏糊糊烂烂的 就面有点坨 但有一个好 它的那个螺丝粉汤料里面 是有真正螺丝肉的 虽然极其的少 香吗 哇 它闻起来好不一样 它也不臭 它真的有个酱香味 酱香鸡排的味道 这个味我喜欢 先来尝一下腹竹 一半 是不是你的腰群有点高啊 一般在屋里的一般就还可以吃 一般难吃我会说难吃 很一般 来尝一下大片鸡肉 你看 好大呀 是 拍的时候呢 靠你们近一点 近大元宵 三秒钟精彩没问题了 好吧 你们就就这两块掉了 我吃啥 就两块一块 一块 哎呦 阿蝶巧 我还想另外一块去哪了 好吃的蜜蜂肉 就还蛮鲜嫩的 这个鸡肉是一扭一扭的 鸡肉很嫩 当然啦 和店里面新鲜吃的鸡肉 还是有些区别 但作为压醋包 它本人应该还不错 肯德晋 你单独卖这个吧 当小零食吃 在外面卖的健身餐的鸡胸肉 好吃实味 来尝一下粉 哇 它好酸哦 啊 我喜欢 那我那时候不是酸的 我里面 那个酸劲 这味儿真的是直冲天灵干 刚刚那个醋倒出来的时候 阿娃娃就说 它有点点浑浊 对 它醋怎么浑的 米醋吧 这个有点像是那种 米醋的那种香味 特别的醇厚 我不知道为什么醋 它能做的这么的有质感 这个的调味就比较浓 重彩一点 真的有那种快餐业 王者的那个风头 它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你吃的第一口 就能够掳获住你的味蕾 你真的没有想到 肯德晋能做出这样的调味来 我以为它在骗钱 所以它的名次是 现在它要排第一名 销售时候排到第二名 当然了 如果你不喜欢吃酸的宝贝 你可能会觉得可能记不太行 那你可以把那醋造一味儿吗 诶 聪明 而且我本来还担心 它的那个粉活掉了 对 但其实没有 它还是很清爽 它感觉外面有裹一层嫩肉粉一样 它就很丢坦 很嫩很嫩 只要不要煮得过虎 应该口味还是不错的 你尝一下呢 阿姨你会觉得这个好吃呢 你知道的 我不喜欢吃酸 也是了 哈哈哈 哎呦 怎么怎么觉得你有点喜欢它 还不错诶 是吧 我觉得这个酸是我可以接受的 它就特别像是料理里面该有的酸 你有没有觉得它整体 比刚刚的萧叔叔很够味儿 而且更辣一点 是 里面嘴巴里之前的一圈毛麻麻麻辣的 后劲舌头根部拥有一点点的酸 所以它的味道是有层次感的 虽然辅足个花生米差了一点 哈哈哈 但我要讲一点嘛 它这个13块钱里面的粉 是比萧叔叔要少一点 我们放了差不多的水量 它的面都已经埋到下面吃了 明显的你们看特写的时候 是看不到那个粉 第三个 我非常失败了 狄子鸡柳州螺丝粉 这个牌子真的不管什么直播间啊 淘宝店啊都卖的巨号 对 而且大名低名 那我还是会屡持着一个公平的心态 来测评它 如果它不好吃你敢说吗 不好吃就是不好吃啊 肯德基我都敢说 哈哈哈 那到底是这个 这个多少钱啊 13块2毛钱 跟肯德基的差不多 好 看看里面有什么 12345678 八样东西 红油 锁 醋 豆花生菜粉腐竹 它其实设计我还是蛮喜欢的 而且这个是我的问题嘛 它的这个腐竹为什么 袋子是歪的 哈哈哈 它是故意的嘛 它是封口没有封好 也是有强迫症啊 是的 我们先看它有没有什么客室的步骤啊 冷水下锅煮8分钟 但我真的在想 你们这个粉 大家煮的时候会看这个说明书吗 就有的粉要10分钟 有的粉要12分钟 有的粉要冷水 有的粉要热水 真的很看似乎 哈哈哈 冷水下锅煮8分钟 但它们的粉挺短的 我反而喜欢短粉 因为有时候那个小奶锅包下 哦 也是 但是重点是要看好不好吃啊 煮了8分钟之后 这个粉还是非常的坚挺 还有点硬 我用筷子去加它的时候 我能感受到 它能吃起来 对 你感受一下这个 所以我们决定在主角中 还是说它的粉就是个特色 这就是有传统汪酥的铁粉 哈哈哈 我煮了一分半钟 其实上镜颜值还蛮好看的 对 但是有一说一二 这个粉到目前为止还是很高的 哈哈哈 刚才你紫棋老师是喜欢郭德纲吗 哈哈哈 我来尝一下花生米的腐竹啊 哦 花生米相当好吃 非常好吃 特别像那种下韭菜的花生米 很脆很香 吃一下腐竹 腐竹包是相当多 腐竹也好吃 哇 这是唯一的 前两个是腐竹都好吃的 是的 它这两个就是单独卖一张小零食吃 我还评OK 哈哈哈 重头戏 我们来尝一下粉 我怕你嚼不动 你重头戏 是不是真的 我不是真的牙口不好 嚼不动 哈哈哈 吃起来的感觉 它不像是粉 它想什么 现在吃酸笋 就脆碎的是吧 对 哈哈哈 像在吃榨菜一样 它上面是说煮8分钟嘛 其实我们煮了快小10分钟 对对对 它依然是这个样子 而且 哎呦 它调味里面的那个辣 是冲嗓子的辣 好冲好冲的辣呀 感觉脾气很不好 它的酸味呢 完全没有 让我来试一下 高情商 稍等我的面还没嚼碍 哈哈哈 我又想来 然后不是粉 我觉得 你把时间写成煮15分钟好不好 哈哈哈 哈哈哈 配菜还行 但是粉本人不行 香酥酥是比它好吃吧 它的这个味儿真的很没有质感的辣味 而且很有油 所以它的排名是 目前第三 对不起 哈哈哈 我就要让你说明书的方法煮了 没办法 真的哈哈哈 如果你还有些什么其他的要求的话 那我就觉得你对我的要求有点高啊 哈哈哈 第四碗 柳江人家 这是正宗的纽州螺丝粉 都是纽州螺丝粉 刚刚那几个全是纽州的 诶 是啊 每个都写纽州螺丝粉 那你也不能写苏州螺丝粉呀 哈哈哈 哈哈哈 他这只认柳州螺丝粉 你柳州螺丝粉产业几百亿呢好吗 哈哈哈 啊 好用心 他居然 送了一个垃圾袋 他这不是垃圾袋 这是 煮粉用水标准线 就告诉你说煮粉的时候要用多少水 完美 就是专门应对了我这种喜欢乱煮东西的人 哈哈哈 看到里面有什么啊 粉包 花生辅助包 酸豆角木耳萝卜干包 螺丝粉汤包 辣椒油包 香醋包 酸笋包 好让我看看柳江人家这个买多少钱 喜欢六毛钱一代 这个的煮法也是冷水下锅煮至沸腾煮八分钟 希望你们煮熟 好吗 哈哈哈 冷水煮粉 严格按照他的要求 它这个粉蛮不一样的 它那粉像挂面一样 对 然后 都想挂你玩过吧 玩过 哈哈哈 这个也是煮了八分钟 好像也挺刚的 他们是不是对自己有点自信啊 八分钟真的能煮的时候 还是我们这边海拔的那边不一样 你们用的是高压锅吗 哈哈哈 都煮了一分半钟 我们按照他要求的刻度线准备水 咱们吃起来也不太一样 没有那么臭 它也没有那么的辣味 那是不是因为我们前面太臭太辣了 哈哈哈 它是一股炒菜的味道 特别像那种 雪菜肉丝面的味道 对对对 来尝一下老规矩 我个人比较关心的花生米和腐竹 好吗 嗯 花生米一般 嗯 腐竹很好 哇好好吃 泡了之后 它依然有一点点的脆度在 而且非常的蓬松 蓬松也香 要来赶紧尝下粉 粉也一般 哈哈哈 但是调味比黎子漆的要好 它的酸辣臭都蛮均衡的 是一个什么也均衡的选手 是的 但就是粉差点 哈哈哈 粉还是有点僵硬 它也是个铁粉是吧 对 但是就是铁粉稍微软一点 难道说你就是走这种 劲道路线的 如果你特别爱吃劲道粉的话 可以尝尝看这个 这么一笔 肖叔叔真的蛮好吃的 哈哈哈 解脖头脖 太多了 好 2021年度 螺蛳粉之王评选 第一期就是这样 今天的最终排名是 十 第四比 李子 起第三名 柳江仁家 第二名 肖叔叔 第一名 让我来猜一下 是什么呢 我们一起说 我 就在肯定街 哈哈哈 第一名 很得机 先说一下我的原因 我觉得它是有点新式的创新的 然后同时它的味道非常的浓油 是这样 非常的抓人和勾人 而且它有一块还不错的肌肉 甚至它的那个醋味 让阿爸爸都能够接受 哈哈哈 所以在我这边的分数还蛮高的 当然这场比赛 在刚刚开始 这四位选手 能够保住他们的牌位吗 还有哪些人想要他上榜的罗斯盘品牌 刷个弹幕告诉我 下一期魔术一起来测一测 看谁能够冲击保单 第一名 今天视频就这样 爱你们呀 摸